大家好 我们开始上课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节基金估值核算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基金估值原则和主要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基金估值了 所谓的基金估值啊 它是指通过对基金所拥有的全部资产 以及所有负债 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评估于计算 进而确定基金资产公允价值的这个过程 我们把它称之为基金资产的估值 那么实际上基金估值啊 它是对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都要进行核算 实际上是确定基金净资产的这个过程 否则的话我们说做这个全部资产和负债干嘛 用全部的资产和减去全部的负债和就等于基金的净资产 那么净资产就是公司的资产真实价值所在 第二个 基金资产估值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基金份额净值 那么用这个资产净资产再除以基金发行在外的总份数 总份数就等于基金的资产份额净值 就等于基金的份额净值 也就是每一份基金它的净资产是多少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因为基金份额净值是衡量基金申购赎回价格 以及计算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赎回基金金额的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基金资产估值啊是非常的重要的 再来看第三个小方面 基金份额净值通过基金资产净值除以基金总份额来获得 而从基金全部资产当中扣除基金所有负债 负债即是基金的资产净值 用公式表示 用公式表示基金资产净值等于基金资产净负债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基金资产净值 这就是它的估值的结果 这就是它的估值结果 这个公式啊 我们是需要知道基金资产净值等于基金资产净值基金负债 这公式我们应该熟知 应该熟知 实际上啊 这个公式啊 我们也并不陌生 在企业的资产 在这个企业会计里面呢 有一个叫会计平衡室 叫资产 等于 负债 再加上股东权益 实际上股东权益就等于资产减缺负债就等于股东权益 那么股东权益实际上就等于净资产 股东权益就等于净资产 那么我们要是熟知这个公式的话 对于他的内容 对于他的内容也应该不难理解的 了解就可以了 来看第二个问题 基金估值的原则 一对存在活跃市场的投资品种 一如果估值日有市价的 对于这一块 我们做一个说明 这一块的内容 实际上与我们基金从业考试科目二的 那个18章还是19章 就是那个基金估值那一部分 它的内容是一样的 是从那一块的内容 那块扒出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你看这一块的内容 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找我们书上那块的内容去看 但实际上你看这也不会影响你考试 如果估值日有市价 则应采用市价来确定公允价值 这是比较简单比较正常的 但如果估值日没有市价 但最近交易日后 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应采用最近交易日的这个市价 来确定公允价值 那么估值日如果没有市价 且最近交易日后 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且最近交易日 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 应参考类似投资品种 现行市价 以及重大变化因素 调整最近的交易市价 来确定公允价值 那么从这里面 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下 对于活跃的市场品种 一个是有市价 一个是无市价 有市价的好办了 直接按市价来进行估值 无市价的有两种情况 无市价的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们就按照最近的市价 来进行估值 一种是有变化的 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变化 根据这个相关企业股价的变动情况 来进行调整 第四个 有充足证据表明 最近交易市价 不能真实反映 基金的公允价值的 那么应对最近交易的市价 进行调整 确定公允价值 确定公允价值 这是我们在这里 要去注意的 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吧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 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投资品种 那么前面我们说的是有活跃市场的 这个是不存在活跃交易市场的 应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 且被以往市场实际的交易价格 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 来确定其公允价值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它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要采用估值技术来进行确定 二 运用估值技术得出的结果 应反映估值在公平条件下 进行商业交易所采用的交易价格 也就是说 这个估值技术确定出来的这个结果 应该反映估值在公平条件下 在正常商业下所采用的这样一个交易价格 也就是说要反映公允价值 不是说要能达到公允价值的这个范围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 应尽可能使用市场参与者 在定价时考虑的所有市场参数 并应通过定期教验 确保估值技术的有效性 也就是说估值技术也应该实时的去进行调整 去进行沟通交流 那么以让它出现变化的时候 应该能够及时的跟上市场的变化 第三有充足理由表明按以上估值原则仍不能客观反映相关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应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进行协使进行商定 我们就叫协商也可以按最能恰当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来进行估值 从这个理念我们看这个管理人与托管人进行商定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我们不论怎么他们之间去进行商定 管理人都要承担主要责任 托管人只能承担无合责任 来看第三个股权投资基金的估值方法 一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估值最主要的工作是在每个估值日评估股权基金各项投资的公允价值 那么由于这个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还都没有上市 你要每日进行评估的话 这个工作实际上还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个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啊 它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转移一项负贷所能支付的价格 实际上要是公允价值按照我们这个概念的理解 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难度啊 但是我们好好想一下还是能够理解的 我们在前边曾经说过公允价值的确定 一个是信息要全部公开 二是买卖双方自愿达成交易 那么不论是什么交易 它都要在有序的交易当中 我们说买卖双方公平自愿吗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 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能支付的双方自愿 针对于股权投资基金 主要是计算有意愿的买方 在估值日以具有惯常市场活动的交易方式下 购买股权所有权而愿意支付的对价 愿意支付的对价 这是我们要稍微去注意点的这样一个地方吧 再来看第四个方面 由于股权的转让往往面临企业的内部约束 优先购买权以及其他市场环境等障碍 加之交易并没有活跃的市场 股权基金的估值本质上往往带有主观性 这句话我们要特别去注意了 要特别去注意了 也就是说我们对股权投资基金进行估值本质上 准确性很差 准确性很差 也就是说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或者说它不够客观 不够客观 第五个 它基于对企业未来的估值和判断 包括所处的市场环境 并购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么股市的表现以及估值存在的其他因素 估值存在的其他因素 所有的这些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我们要去注意 第六个 因此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股权投资 使用的估值方法应该适合该投资的性质 事实上应该应该适合该投资的性质和 事实市场的环境 以及该投资在整个股权投资基金组合当中的重要性 并且应该在假设和估计中使用合理的数据和 市场信息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 它既然是存在着一些假设和估计 就存在误差 那就存在误差 所以股权投资基金的这个估值啊 是一个比较难搞的事情 再来看第七个 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估值 国内外最为普遍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四类 主要有四类 一是成本法 一是成本法 也就是说我们投入的资金是多少 我们对这个股权购买时的价值是多少 我们就把它计为多少 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按照成本来进行估值 第二个是市场法 那么这主要包括近期投资价格法 成数法 行业估值基准 以及可用的市场价格法 那么从这个市场法来看 从这个市场法来看 它是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导致估值结果也会发生相的变化 那么成本法是墨守成规不变的 而这个市场法是时常会发生变化的 再来看第三个 收入法 这主要包括现金流和盈利折现法 这其中又可以分为标的企业的现金流和盈利折现和投资的现金流和盈利折现 我们可以对目标企业投资的这个红利分配的形式来确定它的股权的价值 我们也可以根据整个基金流入的现金流对基金进行一个估值 对基金进行折现的这种估值 也说这里面可以有两种方法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在头后的管理期 尤其是到后半期的时候 这种估值方法可信度比较高 在初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使用这种估值方法的 因为没有现金流入 第四个是重置成本法 这主要是指净资产法 这主要是指净资产法 那么重置成本法呀 实际上更多的是对每一个项目投资进行重置之后 再把它们加在一起求出股权投资基金的这个资产金值 来看第二个问题 基金费用和收益 基金会计核算和基金的财务会计报告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股权投资基金 它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啊 可能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也就是说至少要包括以下这些 可能还包括的更多呢 那么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费 托管费我在这里要说一下 管理费是由基金托管人收取的 托管费是由基金的托管人收取的 第三方服务费 那么第三方服务费这里面包括法律啊 这个律师事务所产生的费用 还包括审计等费用 那么主要是审计所啊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所产生的这样一个费用 那么另外啊可能还包括其他的市场专业的服务机构 专业的服务机构 那么还包括筹建的费用 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报酬等 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报酬等 如果基金管理人管理的这个基金的业绩啊 要特别好的话 这些都不算什么 如果业绩很一般 那么这些就会对基金的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基金管理费是管理人因投资管理资产 而向基金收取的相关费用 一般来说这个按比例来进行收取 这个收取的比例啊 1.5的这样一个比例是经常会采取的 是经常会采取的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更高一些 第三个基金托管费 是托管人为基金提供托管服务 而向基金收取的费用 一般来说 这个托管费的费率标准都在 0.5%以下 大多数的时候在 0.2%的这样一个水准 大多数在 0.2%的这样一个水准 管理费 与托管费按照 实角规模 作为计算基数来收取 也可以按照合同规约定的其他方式 来进行计算和收取 我们注意一下这样一个内容吧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五题 股权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都比较长 且股权投资基金有先 有先返还投资本金 后返还收益的这样一个分配顺序 因此啊 在基金存续期的后半段 提取的管理费 托管费 随着项目的退出逐年递减 逐年递减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把本金都已经还给了投资者 当然如果是这个投资项目的利润特别丰厚 挣的钱特别多 那么他的提取的管理费也会多一些 所以最核心的内容 还是基金管理人管理的这个基金 能够为投资者赚了多少钱 第六个 管理费及托管费的提取频率 一般是按季度提取 或者是按照年度提取 从现实运行企业的运行那个基金的情况来看 大多数都是按季度 按季度 因为按年的话 这个支付的时间太长了 太长了 每一季度支付一次 对于管理人来说 是能够接受和忍受的 第七个是业绩报酬 业绩报酬啊 是管理人在基金获得超额收益以后 获得超额收益以后 那么这个超额收益啊 指的是超过了约定的门槛收益率之后的 可以获得的投资收益分成 分成比例 由管理人和投资者协商确定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协商可不是挣来钱财协商 而是指在这个基金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在合同里面 在合伙协议里面 在公司章程里面 就已经约定好了 在这里面我们说的有点问题啊 就是公司型股权投资基金 他一般来说没有利润分成的 这一个说法 没有利润分成的这样一个说法 契约型的和这个 有限 有限合伙制的 是有着这样一个利润分成的 这样一个基本要求 所以现在的公司型的股权投资基金 现在已经基本上都不成立了 因为他没有利润分成 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说 诱惑力太小 再来看第八个问题 业绩报酬可以按照单个投资项目 进行核算 也可以按照股权投资基金 整体进行核算 一般来说 对于有限合伙人来说 倾向于按照股权基金的整体来进行 核算 而对于这个管理人来说 倾向于按照单个项目来进行核算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如果要是按照单个项目来进行 核算的话 那么挣钱的他就可以分 不挣钱的那些 他就不用分了 甚至亏的那些 他也不用去拿钱往里补 所以他就能分的更多一些 如果我们按照整体来进行这个核算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亏损那部分补上 这对于有限合伙人来说是有利的 第九个 股权投资基金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 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 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权益核算 第一个是权益核算 第二个是利息和溢价核算 第三个是费用核算 第四个是基金申购与赎回的核算 第五个是估值的核算 第六个是利润核算 第七个是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第八个是基金会计核算的符合 那么其中基金会计核算的符合 由托管人来完成 由托管人来完成 第十个 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 应及时编制并对外提供 真实完整的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分为年度的和季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其中年度的需要进行审计 季度的不需要进行审计 来看第十一个问题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至少应披露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 付诸的相关内容 这个我们要要注意一下 基金财务会计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净值变动表 和净值变动表 这么三个内容 那么如果要是对于一个目标企业来说 对于一个目标企业来说 也说我们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的企业来说 它的财务报表也是包括三个 包括资产负债表 包括利润表 但是不包括这个 它包括的是现金流量表 而基金包括的是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这个净值变动表 这三个方面 我们来看第四节 基金清算与收益分配 来看第一个 基金清算呢 它是指基金预有合同或法定是由 终止时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处理 它的一种善后行为 我们在前边讲过 股权基金退出投资企业的时候 要进行有一种方式是要进行清算 那么那个清算和这一块基金的清算 可不是一回事啊 这个基金的清算往往指的是 基金运作到期了要进行的清算 那么基金出现清算 有以下这样三种原因 第一个基金存续其满 基金存续其满 包括有限合伙制的 包括这个 包括契约型的这两种基金 他到期都要进行清算 就有期限的 第二份额持有人大会 份额持有人大会 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定进行基金清算 那么也会来进行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种股东大会 或者全体合伙人会 和他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基金类型不同而已 那么持有人大会的 是契约型股权基金 股东大会的是公司型股权基金 那么对于合伙人的 这个是有限合伙制的股权基金 第三个 全部投资项目都以清算退出 符合合同约定的清算条款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样一些相关内容吧 我们再往下看 第三个清算的主要程序 清算的主要程序 一基金终止后 由基金清算小组 统一接管基金的资产 你说清算组接管基金资产了 第二个 清算小组或者清算人 对基金资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进行清理和确认 实际上清理和确认 就是确认他的债权和债务 第三对基金资产进行评估和变现 对基金资产进行评估和变现 那么基金资产评估 先评估后变现 这是有相后次序的 评估之多少钱 那么之后再去卖掉它 第四个 处理与清算有关的未了结事物 与清算有关的未了结事物 第五个 清缴所欠税款 要把税款交上去 第六个 清理债权债务 收回债权 偿还债务 第七个 制定并批落 清算报告 第八个是对基金资产进行分配 那么分配的次序 我们也要去注意一下 包含那么几个方面 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 基金收益分配的原则 一 首先向投资者返还投资者本金 这是要把本金返还给投资者 这是第一个环节 第二 向投资者支付约定的优先收益 把约定的收益先分给投资者 第三 剩余收益按约定比例 在管理人和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 那么这种约定的是有业绩报酬的 才会有这种 如果没有业绩报酬 不涉及这个环节 这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这是基金收益分配的三个原则 先返还北金本金 支付约定的收益 之后再进行利润分成 来看第五个方式 基金收益分配的方式 一 根据基金收益分配 是否优先满足投资人的出资 以及一定比例的收益 分为两种分配方式 分为两种分配方式 一种是按基金分配 另一种是按单一项目分配 实际上按单一项目分配 风险可能是存在的 存在分多的这种情况 因为后期可能项目有赔的 如果按基金来进行分配 它可能更合理一些 来看按基金分配 是指投后退出的所有资金 首先用于偿还全体投资者的出资本金 以事先约定的优先 以及事先约定的优先收益后 基金管理人才能参与超额收益的 这样一种分配 这种分配机制也是最为合理的 第三 按照单一项目来进行分配 是指每个投资项目 投后退出的每一笔资金 都按照一定的顺序 在基金投资者和管理人之间 来进行分配 而不是首先满足基金投资者 全部本金出资和优先收益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按单一项目来进行分配 相信这个 按照这个单一项目来进行分配 相对来说产生的麻烦 可能会多一点 我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我们再接着往后看 第四个 在主笔分配的模式下 针对每一笔投后退出的收入 管理层 这个管理人都参与收益的分配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 基金的管理人更愿意采取 这种分配方式 针对按照单一项目分配的模式 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股权投资基金通常设置回波机制 通常会设置回波机制 以保障投资的利益 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波机制呢 回波机制是指在股权投资基金 清算时对已经分配的收益 进行重新计算 如果投资者实际获得的收益 少于优先收益 或者收益分配比例 不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管理人需要从已经分得的 业绩报酬的金额当中 返还一部分至基金资产 并分配至基金的投资者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 这种按照单一项目 来进行分配的模式 并不符合投资者的利益 往往都是基金管理人坚持下 才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按照基金分 按照基金来进行分配 更符合投资者的利益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